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恩征一声征 征一声征 数草布共十四话 征字不见于甲骨文和经文 撰文中是这么写的 从文字的结构看来 上面呢是个草头 那么是这个字的衣服 下面是一个征字 是这个字的生服 所谓的西麻中干 就是将麻的皮剥下来 中间的经就叫做征 所以征就是剥去麻皮 所剩下的经 六十归类是属于形生字 词尽是名词 征字的历书是这么写的 楷书承袭历书而来 写成了这样 那么征字的本意 就是去皮之后的麻精 以礼记系礼注 竹用征 这里的征字 就是麻精的意思 那么古时候的蜡烛 凡是用麻干 家围 竹木 所做的 都叫做征 征字从本意 去皮的麻精 引申出来 凡是细的心目 也叫做征 如 诗经小雅无阳 耳目来思 以心以争 以刺以雄 意思是 你放牧归来 带回了放牧时 趁控凯德的 突袭的心目 和御德的奇鸟